常用组合键或者是称为快捷键介绍 这个单元要为各位讲解的一些常用的组合键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例子中端机 Ctrl键加LT加T这个英文字 那你也可以从面板上面呼叫中端机 通常我们往往习惯在面板上点选就可以呼叫 如果你习惯用键盘的话按CtrlLT加T 就可以呼叫我们的中端机 好那第二个CtrlLT加F1到F7 这几个可以切换中端机 那其中呢F1到F6是纯文字的中端机 如果你使用的时候不小心按着CtrlLT加F1 或者是到F2到F6的话 你可能会进去纯文字的中端机 那纯文字中端机长得像这个样子 那底下都没有任何的图形面板 完全都没有 这个时候你要回到图形中端机的话 您必须按 CtrlLT加F7 好请各位可以试试看 那这部分因为我们在录影 是没办法做这样子的效果 好记得当您不小心进到纯文字的中端机的时候 你要回到桌面的时候 按CtrlLT加F7这三个组合键 好再来第三个 有的时候我们的图形桌面的系统会完全的当机 所谓当机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从选单这边点选登出 或者是从这边退出重新开机 或者是这些选单点的都没有效果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进入纯文字的中端机 好 CtrlLT加F1到F6都可以 进去之后呢再按这三个键 CtrlLT加DL 好把我们的电脑重新开机 好如果说您没有办法进入纯文字的中端机的时候 您才使用强制关机 就是按住电源键不要放 好五秒钟六秒钟以上 电脑就重新 关机 好 那不建议各位强制关机 好 那还是使用这个方法 先进去中端机之后呢 按CtrlLTDL 好再来常用的是LT加Tab键 可以切换磁形中的软体 好 好那这样子 再来 切换输入法 在这个NTPC的ISO档里面的设定呢 是GCIN的输入法 那切换中文输入法呢 就是Ctrl加空白键 好 记得一定要在有输入状态底下才可以切换 好 例如我现在是在Gedit里面 我可以按Ctrl加空白键 切换输入法 好 如果说你在外面点一下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切换输入法的 好 记得一定是在游标可以输入文字的地方才能够进行切换输入法 再来Ctrl加F键呢 就是当你在输入法的状态底下呢 你要切换不同的输入法 有切换大意 好 行列 注音 好 词音 就新注音的意思 好 最后一个呢 是视窗键加D 好 我们可以用Windows键 加一个英文字字母D 好 可以显示桌面 好 那 组合键呢 常用的就为各位 介绍到这边 最重要的就是 第三项 好 和第二项 当您的桌面当机的时候 您要怎么样关机 好 使用CtrlLT 加F1 F2 这些组合键 进入到纯文字的中段机之后 再按CtrlLT DL 好 重新开机 好 那这个单元就为各位 介绍到这边